6月8日,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香港表示,财政预算案提出向年满18周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派发1万港元,有关现金发放计划将于6月21日起接受登记,7月8日有关款项会陆续发放。 当日特区政府举行现金发放计划记者会,陈茂波介绍,和资格市民可选择在银行网站或个人电子银行进行电子登记,或索取表格进行书面登记,透过银行户口或邮寄支票收钱。 6月21日早上7时,银行将接受登记,此外香港还有超过1000个供索取书面登记表格的站点,无论是电子或书面登记,最快都是于7月8日开始陆续接受款项。 登记会是6月21日,星期日,父亲节那天开始,截止的日期是12月31日,明年的12月31日,是给大家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的。 我们登记的方法这一方面就是经银行的登记,经银行通过自己的户口直接收钱。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不是经银行户口想收支票的话,是通过香港邮政来到登记的。 陈茂波表示,特区政府已经与21间银行代表签署现金发放计划服务协议,他希望市民尽快拿到钱,一起消费振兴香港经济。 我们都跟不同的业界,尤其是零售餐饮的业界有联系。 他们也都表示,到时会推出不同的一些鼓励的计划,来到一些奖励的计划,给市民考虑。 到时希望大家一起消费得开心一点。 陈茂波最后谈到,特区政府也将透过关爱基金向香港非永久性居民派发1万港元,该计划将于9月接受申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